好 是态度的问题 也是机械的 也是这个EQ的问题 在桃园有一位民众呢 他要停这个机械式的停车位 当然我们知道升降呢 每次要等三到五分钟 每天都这样 他觉得很不耐烦 他又看到了旁边是一个平面停车位 但是这一位这个停车位上的邻居呢 每次都只停了一辆机车 他心里于是觉得很不平衡 而他的错法是把这个机车上的安全帽拿去丢掉 因此也吃上了官司 画面中男子拿着白色安全帽走到角落 可是说也奇怪 一般人停好机车 都把安全帽直接放在机车上 而且地下停车场又不会被雨淋到 干嘛要拿着安全帽 原来这名男子拿的是别人的安全帽 因为不满邻居机车轻轻松松停在平面车位 自己的汽车却每天要苦苦等候升降 一气之下把机车上的安全帽拿去丢掉 我买停车位我停机车不行 机车车主发现安全帽不见 立即掉跃大楼监视器 发现就是隔壁这辆白色轿车车车主所为 气得到警局报案 他跟被害人并没有很远 只是因为看不惯他用平面式的车位去停机车 所以把他的安全帽偷走 就是这顶白色安全帽 最后在停车场附近被找到 虽然汽车车主已经赔了450元给施主 但是窃盗是属于公诉罪 他最后还是被起诉 这下不但吃上了官司 以后停车还是得慢慢等升降 中间新闻简正峰王一仲 桃园采访报导